对于邻国日本我们向来是深恶痛绝的,不仅仅因为在侵华战争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甚至灭顶的灾难, 更重要的是对所犯下的人神共怒的滔天罪行此不承认并且缓,不断参拜靖国神社游灵种,丝毫没有对新华战争犯下的罪行,深深忏悔,日本这个国家向来和大和民族都是一样的卑鄙,一方面想要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便利车分享中国经济剧变带来的红利, 另一方面日本不断在钓鱼岛周边海域,给中国施半自危害祖国的和平发展不忠不义,且卑鄙在日本身上,体现的淋漓近日在大唐以来一直日本都是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存在的, 但是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开始打中国的主义甚至侵略中国,此乃不忠近代以来,趁着中国打盹的时候入侵中国,趁人之威此乃不义人前一套,背后一套此乃被笔下流,尤其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野心也越发膨胀,我们都知道钓鱼岛齐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 我国对钓鱼岛也有着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对对此拥有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一举奈何日本鬼子亡我之心不死,无视历史事实几次,三番在钓鱼岛问题上同中国此刻,自从2012年日本政府购岛闹剧以来就注定了钓鱼,岛市必会是中日新一轮对决的桥头堡,中日在钓鱼岛问题上,进行了矿日吃酒的交锋, 而此次钓鱼岛事件,也让中国站得先机巡航钓鱼岛,成为常态一晃,六年时间过去了钓鱼,岛野区归于平静,但是往往暴风雨来,林贤总是出奇的宁静,为了再一次在钓鱼岛上搬回一城日本,再次卷土重来在钓鱼岛,事件上同中国展开交锋, 据参考消息,27日报道,日本在25日再次提交了修改钓鱼岛名称的决议,并且高票通过了决议,将钓鱼岛名称从灯野城,修改为灯野城间隔, 这是自2012年日本购岛事件以来,再一次向中国发那消息一经发出,引来了中国网友新一轮的谴责与抗议,但是狗叫的在想,也没有用无论日本在怎么玩小把戏也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 就在日本宣布改名的第二篇前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出席世界宗教博物馆,举办的信苏文化资源交流中心,是强硬表示台海史茶路,与重转福建通知市政民钓鱼岛,属于中国的重要史料,不但记载详细,也符合国际法上,在发现之后的有效管理,日后若真到国际法庭打官司,他愿提供服务, 而此举,也赢得了台下雷鸣般的掌声在历史文献,理清楚地记载着钓鱼岛属于中国明清时代,就已经是与琉球交往的交通要到中国部,仅是第一个发现钓鱼岛的,也是首次移钓鱼岛,命令这个岛屿的国家与宝调的马英九,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李登辉卖国求荣勾结台独,更是和小日本,一秋之和公然让日本提,防中国的崛起而向李登辉这样的老汉奸, 也必定会被钉断历史的耻辱注尚,而就在日本宣布改名闹剧的前一天,中国派出海警编队,前往钓鱼岛内,进行巡航,以行动证实了钓鱼,岛的归属权与管辖权,也给日本来了一记迎头痛击,不管从历史角度,还是从法理角度,来说无庸置疑,钓鱼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钓鱼岛问题依然会是中日未来的博弈点,也会是美国借此挑拨中日关系的火药桶,更会是美国岛链围堵中国的关键节点,如今美国在贸易战上的力不从心,势必会在中国周边点燃战火, 而中日的,钓鱼岛纷争也会成为美日进一步压缩中国战略空间码码,钓鱼岛面积不大,但是祖国的土地没有一点是多余的钓鱼岛,更重要的是其战略威慑的价值,是中国突破岛链肾,至半围堵的杀手锏,钓鱼岛,是中国的也只能是中国的正常的绕岛巡航,已经成为常态,我们对钓鱼岛等周边领土的态度,是坚决的,不容谈判的, 日本王想在钓鱼岛上蹭底线,底线一旦破了那就是无情的炮火打击,对于日本来说,我们也不得不防也不得不警惕,如果日本感愿雷迟一步,我们必定迎头痛击必要的时候,乍尘于太平洋之中祖宗留下来的宝贵财产,绝不会拱手让人,日本中将会自施恶果,文如其名,犀利如刀,生而为人,愿你怀善。